孙主任提到今年中国跟美国面临的经济冲击 有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 更重要的是升息一年之后后座力才会显现 所以从去年整个撒钱的时间点来延推 今年的三月四月全球顾会是 可能会面临升息一年之后比较强劲的后座力 而这样的冲击之后连准会才可能再次使出降息的手段 那除了这个利空因素要特别的来严防挑战之外 全球还有什么样的变数要特别来面对呢 今年2024年除了我们刚刚讲金融变数 还要注意原物料价格 那你要知道原物料价格最容易受谁影响 一个俄罗斯一个中东 那中东战争从去年十月份开打以后 你会发现那场战争不但没有结束 反而越来越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剖析一下 这场战争对于经济对于原物料的影响 因为原物料只要涨美元就会涨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要讲过 现在需油价格跟美元是同向的 油价涨美元就涨 美元涨美股美债是跌的 美股美债在原物料上涨的时候 因为美国通膨高 所以这个时候还会跌 所以今年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前面是讲那个股 现在在把你把因因给找出来 中东战争南北韩战争都可能是导火线 我们先看一下以色列这场战争 以色列在2022年 20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选出来一个非常极端的政府 据说是有史以来最右翼的政府 然后他们一直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矛盾 不断的扩大 所以这一次他们不断的刺激巴勒斯坦人 另外一个就是 以色列这个蓝颜色的地方 在他左边那个叫加萨走廊 在他右边是巴勒斯坦自治区 他们现在就看不上这个小的 他们把情报人员都拍到这个大的地方 所以这次就忽略了加萨走廊 他可能带来的风险 结果被哈马斯趁虚而入 打了他5000多个火箭弹 抓了很多人职 那时候十月份的时候搞得天下大乱 但是以色列为什么要跟哈马斯产生这场战争 为什么哈马斯会挑起这场战争呢 其实我们看到跟伊朗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美国一直想要促成 那个沙奥地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和解 那如果以色列是最大军事国 沙奥地阿拉伯是最有钱的 这两个只要一和解 你伊朗就会受到一定的牵制 所以伊朗就鼓动他的一些周边组织 比如说胡塞武装 真主党 还有最近在鸿海袭击商船的胡塞武装 这些就开始不断的攻击 所以哈马斯 胡塞武装都是他鼓动的对象 所以他不希望他的次要敌人联合起来 之后力量比他大 所以这个时候先发制人 看起来也成功了 所以你看到沙奥地阿拉伯 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跟以色列结盟 另外旁边还有一些相关的利益团体 第一个是真主党 现在也变成以色列攻击的对象 因为哈马斯可能会躲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越打范围越广 你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国家 或周边地区参与这场战争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美国 美国这次表面上 因为拜登跟川普不太一样 川普的话他就直接就帮了 拜登像是希望中东和平 中东和平大家不要乱打 所以我们两不相帮 但是我会派军舰在那个地方 所以最近胡塞武装攻击商船 然后拜登还派飞弹去打人家 英国跟美国用飞弹去打 所以他们基本上不需要揭入战争 除非你迫害我的供应链 最后一个我觉得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的可能就是俄罗斯 因为全世界的重点 现在放在以色列身上了 没有人再去管那个 俄乌之间 对俄乌之间 那个泽连斯基到底能不能拿到补助 现在好像都拿不到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 关注的焦点一一开 反而渔翁得利的是俄罗斯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近况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原物料的价格 就是上涨波动得非常的大 大家看到左半边 红颜色这一条是全世界的货运指数 它是用跳的直接就跳上去了 然后中间影响它最大 当然是地中海 还有欧洲航线 因为以前从亚洲这个地方 马六甲海峡 大家看到走这个红线 它只要19天 它就可以从斯伊斯运河绕到欧洲去 现在不行了 因为红海那边随时会被打 他们就要从南边绕南 绕非洲绕上去 这样就要多十几天 光燃料费时间上就会耽误很多 那各位也会说 最近不是美国跟英国联手去打胡塞武装吗 飞弹攻击它 你知道胡塞武装这个 它是一个游击队 它又不是一个国家 过去沙烏地阿拉伯用美国的战机 用美国的飞弹 打了它八年都没有把它打下来 现在美国没有派地面部队去 他们会躲在任何的地方 你没有办法躲它的 所以它对于商船的攻击 短期根本不会解决 它知道苏伊斯运河在什么 在货柜在最多 在石油 天然气 能源这种东西最多 实际上只要它一旦受到攻击 能源的路线必须要被迫改到的话 你看到最近的天然气价格 油价都有开始波动 天然气会影响欧洲 油价会影响其他国家 在能源价格上涨 又会引发新一波的通膨 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1973 1976 1979 有三次石油危机 都跟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已经有两次的战争 给大家一个很震撼的教育 原本这个恶物之间开打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顶多打一下 应该就没事了 没晓得拖了一年多 结果造成天然气的中断 全球的原物料出现了一波的飙涨 那这一次呢 这个以哈战争刚开打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应该不会打太久 没想到在这个孙主任的预测之下 真的断气 真的要欲小不易 是 以色列虽然看起来 目前制住了哈马斯的一个扩张 但它跟周边国家的冲突越来越大 比如说刚刚讲胡塞武装 攻击红海的商船 所以归根结底 美国拿导弹去打胡塞武装 也不是办法 重点在以色列 不要再去攻击别人 这可能才是一个和缓之道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以哈战争未来的情境演变 这个是欧洲智库做的 第一个 他们战事会不会扩大呢 看起来黎巴嫩不想接入 因为黎巴嫩内部有政治不稳定 如果万一打你 我被政变 这样也不行 另外一个是 叙利亚 伊朗 他们表面上都不愿意接入 因为怕被美国打 所以我不是不想打以色列 我怕被你后面的大哥打 所以大家都不能动 那最后有可能的结果 第一种结果 为什么过去以色列 他好像从来没有把哈马斯彻底斩除过 因为你今天除掉了这个敌人 他明天又出来新的 什么ISIS那种更极端的 更麻烦 所以第一种情况呢 以后还是维持目前的现状 反正 反正呢 我就维持哈马斯 你只要大一点 我就打你一下 但这种方式啊 这种过去叫剪头法 叫割场 草长了才剪一下 头发长了才剪一下 这招不行 因为哈马斯 你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多少颗火箭弹 而且会生生不息啊 是啊 因为他恐怖组织 现在用的战术越来越多元 你可能抖不掉 第二种情况 那以色列干脆就把加塞给占了好不好 这招也不行 你占了两百万人你要养 那两百万人你可养不起 而且里面很多都是恐怖分子 你养了他 哪天就攻击你 这两招都不行 第三招呢 叫联合国维和部队来管吧 过去也有这招 联合国维和部队管个两个月可以 但你只要管个两年 不可能 不可能长期给他托管 联合国维和部队 他们都是各国联军啊 维持治安可以 长久的 不行要靠你自己 最后是靠巴勒斯坦那些组织 他刚刚不是看到左边有一个加塞 右边一个大的吗 叫右边那个大的地方来管小的 他两边政治上又不合 你家他来管也不行 所以最后有可能的解决之道是 联合国维和部队还是来 不要让以色列管 因为以色列管大家就会来骂 就来打 让联合国维和部队来 先一段时间让他稳定以后 接下来让巴勒斯坦组织 介入这个地方 所以政治上靠他们自己人 但军事上靠维和部队为止 这样子中东才有可能稳下来 中东稳下来 胡塞武装不要再攻击商船 我们的原物料价格才不会暴涨 如果原物料价格暴涨暴跌 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美国通膨就会起来 通膨起来 联准会就不会降息了 第二个原物料价格如果起来 美金会涨 因为油价 美国现在是卖油的国家 油价涨美元就涨 第三个 如果中东的问题一乱 大家记得吗 供应链只要一段 你的股债市都不是有限很好 所以今年的一个大的风险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美国的金融风险以外 现在看到的政治战争的风险 也是不能忽略的风险之一 孙主任今天提醒了 台股在2024年要注意的三大重点 第一个是美股的部分 因为美股在今年三四月 很有可能因为去年升息 一年之后所产生的后座力 所以三四月可能会出现 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档 第二个就是原物料 政治方面的风险目前为止看起来 似乎短期结束的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原物料通膨的压力 还有在整个海运业当中 似乎也没有这么快能够出现结束的异味 所以原物料上涨的几率相对比较高 再者第三个就是美金 因为原物料上涨之后带动出来美金的上涨 那对于其他全球的股汇市 新兴市场的压力来讲 可能是会存在的 这三大重点也提供给您在2024年的操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准轴 今天非常谢谢孙主任 也感谢您的收看